愛本身是會帶來傷害的 我希望你有一個好的回應給我 越是重要的人,這種渴望就越強烈 當得不到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種傷害 我們人要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是 好吧,我不需要這個愛,你不重要 你傷害我,我也可以傷害你 我們就很多的關係就糾纏在這兒了 那我內心裡真的想退開你? 我覺得不是,大部分人不是 只是我不知道以怎麼樣更有效的方式來靠近你 又讓我覺得自己安全 我只能有一個大概的統計 沒有吧,我估計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06年開始,也是在學校的心理中心 工作兩年,08年就去讀博士了 後來就出來 見了五千多次人生? 那也沒有,見了一些人生應該說 會有一種什麼樣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眾生艱苦 還是怎麼樣,還是我們總是有時候會把自己困住 還是有時候人生是挺不容易的 嗯 是不是偶然的呢? 都是諮詢師 嗯,我覺得不是 有時候很奇怪的 有命嗎? 我覺得是有命的 我覺得是有命的 我在幼兒園的時候有一天就是去巷裡的一個大禮堂講故事比賽 我從來沒有在這麼多家長小朋友面前就一禮堂講這個故事 故事裡有一個情節說 有一個人就遇到了河神 然後東西丟了 然後他就哭了 然後講這一段的時候我就哭了 哭了就所有的家長都在笑 因為他覺得小朋友很可愛吧 可能 然後我就在那兒哭著把這個故事講完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體會到失控 就覺得,哇,原來失控是這麼可怕 所以慢慢地它就變成了一個情節 就當一個重要的緊張關頭的時候 我就會想,哎呀,不要失控 對呀,所以我一直覺得我有很長時間 尤其是青少年的時候 我會擔心失控 可是這個擔心本身又會變成失控的來源 這個就是我覺得我關注心理學最起源的地方 最起源的地方 尤其是10小時好幾百 尤其是上天 你們是不是很爭銜 也沒有那麼爭銜 對,因為咨詢它是一小時記的嘛 對不對 你再怎麼樣 你的這個直接單位都是有限的 對我來說,咨詢是我的收入裡極小的一部分 還是在諮詢裡花的經歷我覺得屬於最多的吧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你的根本嘛 你永遠不會見到同樣的兩個個愛 你見到的永遠都是新的 這也是我們這行最有趣的地方 你是那個村子唯一一個博士 博士倒是真的是唯一一個博士 在大學生人家不少 大學老師也是唯一的 但其實也沒有那麼深的情節啊 或者什麼 像是大師 沒什麼反應 對 別人肯定會笑話你們是不是 然後覺得你太大了 我就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大女 我都不刷微博的 也不對時事發言 所以也不是在追求影響力 那你是在學術圈嗎 好像也不是在學術圈 那你是什麼呢 你是諮詢師嗎 可是你做的事要比傳統的諮詢師要多 我有一天就忽然想到了說 我說這條路也許是大師之路 對這個是一個玩笑 有一個師兄啊 大師大師就這樣叫我 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是玩笑 可是我後來認真地想一想 也許也不一定是玩笑 因為你走的路是一個很奇怪的一條路 這一條路是你又有自己的研究 又有自己的創造性 你又對於自己的技能 是這麼專業的想要去打磨它 你又希望對某些人有一些特定的影響 我覺得大師也許是最適合這個路的一個形容 當我認出它的時候還是給我很多的一個堅定 原來我是要去走這樣一條路 對 大多數人會覺得 我從小就知道愛啊 我還要學習嘛 嗯 這是很顯而易的事情 就是我吃飯的時候學習嘛 會愛這個是一個很難的品質 會愛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人的愛有時候也是帶著傷害的 其實都一樣的 就父母和孩子 然後夫妻之間的這個愛 一方面我們是想愛一個人 想靠近一個人 另一方面呢 我們也是想被另一個人回應 愛本身是會帶來傷害的 我希望你有一個好的回應給我 越是重要的人 這種渴望就越強烈 可是當得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種傷害 變成一種拒絕不被理解 而這個時候我們說 對於這一種傷害 我們人要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是 好吧我不需要這個愛 你不重要 你傷害我 我也可以傷害你 這樣的話 我們就很多的關係 就糾纏在這兒 那我內心裡真的想吹開你 嗯 我覺得不是 我大部分人不是 只是我不知道 以怎麼樣更有效的方式來靠近你 又讓我覺得自己安全 對於他人 就一方面我們是希望被愛 然後另一方面呢 我們又希望說 保持我的獨立性 希望我的這種感受能夠 作為一個個人 能夠保留下來被尊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是矛盾的 就如果我們靠近了 就一定是會相互影響 所以有時候太愛的 為什麼也會變成傷害 就好像很多父母 他們當孩子長大了 他們總是希望孩子還需要他們 他們就會用各種方式告訴孩子 你不行 你這裡做得不好 你那裡做得不好 就是本質上就是在講 你還需要我 現在還不是離開的時候 你看這個 就會激發孩子的反抗 說我不要 我不要你的這個控制 另一方面 他也會懷疑自己 離開了我的父母 我真的能行嗎 這個時候 他就會變成 陷入一種糾結和矛盾 我覺得也許很多父母和孩子的問題 都來源於這兒 為什麼每次要渣男渣女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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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想說渣男渣女 對 對 對 你看 有感覺什麼 我不知道具體的情況 可能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我猜一下 一個可能的情況就是 對啊 我為什麼遇到渣男渣女 我覺得他不愛我的 可是我要跟這個人交往 我會覺得說 有可能 對於我來說 也許我只是配得上這樣的人 只是這樣的人 也許才配得上 要不然的話 其他那些更正直更好的人 我覺得他們不會瞧得上我 在意識裡我也在想說 我要去追求一個 穩定的親密關係 一個更好的親密關係 可是 我自己覺得 這不屬於我 因為如果我要去這樣的關係 我就有可能被拒絕 這是更大的傷害 甚至比 本來一個沒有那麼好的人 拋棄我 這個傷害更大 也許人家遇到渣男渣女 是為了回避這個 他更害怕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被渣男渣女拋棄 是一個可控範圍內的傷害 我覺得還好 本來這個人就不好 我也沒那麼愛他 那也許可能是 你自己出了問題 把每個人都培養成渣男渣男 當然也有可能 這個是另外一種情況 我不知道渣男渣女 是怎麼被培養成渣男渣女的 但一般來說 你看如果太緊密的關係 你一定要抓住這個人 你一定很不信任這個人 覺得這個人早晚要拋棄你 覺得他也會形成一種壓力 說這個人就想要逃離你 甚至有可能他就會用 比如說出軌啊什麼來報復你 那也是有這個可能 所以大家會覺得 我每次的命就是這樣 其實是有很多 是你潛意識裡的東西 所謂潛意識的用力 被滿足到或者是 或者你害怕的東西也在引導你 很多時候 我們保護自己的這個方式 我們避免那種更大傷害的方式 反而會傷害我們 保護自己的方式反而會傷害我 其實這恰恰是 可能我們習以為常的 對 根本意識不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剛才用了一些非常 不太好的一些標籤 就是渣男渣女 可能本身是不存在的 他們可能也有恐懼也有欲望 會變成某種種類 本身也許他們是痛苦的 他們也不想變成這樣 對 我相信 我相信是這樣 我們經常聽到那句話 我們聽到很多道理 依然都過不好這一次 對 為什麼 我覺得也不是說 我們過不好這一生 只是說 你看我們人 要突破自己原有的經驗 是不容易的 我的老師經常告訴我一句話 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 他就告訴我說 答案不在你的頭腦裡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想 說這件事應該是這樣這樣 這個人應該是這樣這樣 我們的關係應該是這樣這樣 它其實都只是你想 可是真正的答案 不會在你的頭腦裡的 它是在你真實的關係裡 真實的跟人的互動裡 才慢慢慢慢說 有一個新的經驗 原來是這樣 而重要的是 當這個新的經驗出現的時候 我們能認出它 這跟我原來想的不一樣 你看有時候有新的經驗 我們也會把它忽略 也會覺得這是偶然啊 意外啊 運氣好 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不會遇到這樣好的感情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說 只有你在一個真實的關係裡 你才慢慢地有一個 好像修改你的頭腦圖示的一個機會 某種程度上 我們是慢慢地形成了 關於這個世界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運行規則 我們在其中扮演一個特定的角色 然後我們就照這一個方式來行事 比如說有一個人 他的一個印象裡是 這個婚姻是很不可靠的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關係不好 我爸爸對我媽媽不好 然後在我小的時候 我也總是勸我媽媽不要在這段婚姻裡了 要離婚 可是這個媽媽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勸我呢 我也還行啊 我至少可以忍受 對於她的一個經驗的印象就是 我絕對不要在一段這個長久的關係裡 我至少要保持一種自由 所以當她進入一段關係的時候 她就會想說 我可以跟你戀愛 但是我絕對不能結婚 因為結婚 我的印象就是結婚了 又陷入這種機靈狗碎 然後我就被束縛了 我就離開不了了 我甚至可以跟你結婚 但是我也不會很深地愛你 可是她也有時候就需要有一些新的經驗 說我的伴侶不是跟我爸爸和我媽媽他們這種相處的 她不是一樣的人 當我有一種甚至跟我媽媽一樣的一個需要給我的伴侶的時候 她不會拒絕的 反而可能接受了 你看這就是一個新的經驗 所以人應該多去 只能去嘗試 只能去嘗試 而且是有意義的嘗試 大部分人的嘗試其實只是為了驗證 我頭腦中的想法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可惜的 心嘗試而不是驗證 驗證只能讓你再重複的循環中 因為你沒有過去新的經驗了 還要用老的方法去對抗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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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